超级航母是核动力好还是常规动力好 美国的福特号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似乎在向我们说明只要选择恰当都很好 这两艘都是21世纪最先进的航母 但福特使用了核动力 而伊丽莎白女王则使用了常规动力 为什么 核与非核究竟有哪些优势与劣势呢 今天咱们就来简单聊聊 美国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 于1961年开始服役到了2012年才正式退役 服务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但你猜猜它加了几次游呢 三次 分别是在1964、1970和1990 这个通常就被认为是使用核动力最大的优势了 几乎可以实现无线续航的里程 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相比起航母、潜艇甚至驱逐舰、巡洋舰 在使用核动力上的步子都要卖得更早一些 其中的理由显而易见 核动力对于潜艇而言 带来了一种可以长期在水下隔绝空气的环境里面运转的能力 真正实现了潜艇潜的本事 赋予了它几乎无限的水下潜航能力 而相比之下 以前的那些裁电动力潜艇 大多数的时间都只能待在水面以上 顶多算是可潜的舰艇而已 为潜艇证明这事儿 还真是非得要落到核动力的肩膀上 所以核动力与潜艇很有必要 再来看像是现代巡航舰和驱逐舰这一级别的水面舰艇 它们其实也是有续航焦虑的 受限于舰艇空间 它们能够携带的燃料是有限的 少一点就七八百吨 最多也不会超过两千吨 以二十节的巡航速度来算 只能持续开上四千到六千海里 仍然无法满足长航程跨战区的部署任务 中间非得要减压速度来进行多次的海上加油才行 如果给它们安排上核动力一下子把续航里程提高到数十万海里的水平 当然是大大地好的 所以核动力与驱逐舰也有明显的优势 好 那么到了航母身上 前面的两个问题 它都不是问题了 第一 航母的动力系统根本就没有在隔绝空气的环境下作业的需求 第二 航母的舰体有着充分的空间来携带燃料 续航焦虑在它这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比如二战时期的美国埃塞克四级与中突岛级航母 可以分别携带六千与一万吨的燃料 十五节速度下的标准航程可以达到两万海里 再比如后来的弗莱斯特级与小硬级 在携带了八千吨燃料后 能够以二十节的速度续航一点二万海里 满足绝大多数作战部署的需求已经绰绰有余了 所以核动力的无线续航对于航母的吸引力 真的是一点都不大 而且无线续航对于航母来说 更像是一个伪命题 原因有二 一是解决了航母本身的续航问题 就真的完事了吗 没有 难道航母上的舰载机它不喝油吗 它们对于燃油的饥渴程度 那是远胜于航母本身的 所以航母不仅要解决自己的燃料问题 还要一并将舰载机的燃料问题解决了才行 那就是同时携带大量的航空燃油 所以即便航母不加油 在训练或者参与战斗时也免不了 要每隔几天就为舰载机停下来接受一次补给的操作了嘛 对了啊 还包括食物弹药等等人和机都需要的后勤物资 它们也不是能够从原子核当中碰出来的 第二 你有见过航母单独行动吗 不会嘛 它一定是需要跟别的舰艇 比如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组成战斗编队才行的 于是无线续航的要求就扩展到了整个编队里面的全部舰艇了 要是其中有一艘是需要是不是停下来加油的常规动力舰艇的话 你核动力航母的无线续航就彻底失去了意义嘛 遗憾的是全核动力航母编队 美国只象征性的秀了一次 而且显然还是阉割版的编队了 只有一艘长滩号核动力导弹巡舰和一艘班布里奇号核动力导弹 护卫舰陪着企业号来了一次所谓的海环行动而已 秀肌肉的目的是达到了 但无线续航的说服力反而更弱了 那干嘛还要核动力它真正的魅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在动力 具体点说是在庞大的电力输出与蒸汽动力的余域上 它可以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是随着电子装备数量的持续增加 现代航母的电力消耗急剧攀升 对电力输出的需求就明显变得更高了 而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来说 它的过路当中产生的蒸汽 需要同时承担驱动推进系统 驱动电力系统和驱动蒸汽弹射器的任务 在三者的需求都变得旺盛时 就开始立一步重新了 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在三者之间维持平衡 才能避免因为用蒸汽发电太多 而影响到推进动力和弹射动力的问题 而核动力可以寄进无限持续的供应蒸汽输出 就既能让大胃口的电气设备吃到饱 也能够让推进系统不必担心掉链子 可以长时间的保持30节以上的速度航行 为舰载机的弹射提高了效率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被对方鱼雷和导弹锁定的可能 当然弹射所需要的蒸汽 也可以留得足足的 或者要是不想使用蒸汽 敢用更先进的电磁弹射的话 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核动力赋予出来的电力 未保电磁弹射那是毫无问题的 然后还有一个也许能够叫做刺身好处了 那就是因为没有了需要排烟的烟囱之后 舰岛可以变得更小了 为飞行甲板留出了更多的空间 也让停在上面的飞机 彻底消除了废气带来的腐蚀问题 整个甲板的作业效率变得更高了 美国的航母全部采用的都是弹射起飞 拦阻所回收的舰载机模式 它当然对动力输出就看得很重 再加上它的目标是全球部署 经常跨越的是宽度接近2万公里的太平洋 虽然核动力不能带来真正的无线续航 但是体积较小的它却的确允许航母 带上更多的航空燃油与其他物资 对于拉长补给周期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最后它军费多 虽然贵是贵得不得了 建造成本就已经比常规动力高出了至少50% 运营成本还要继续高出30%到50% 到了退役还不能往外卖 又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算下来就算是财大七处的美国人 都是咬紧了牙关隐身着的 那军费只有它十几分之一的英国 是怎么也撑不起来了 而且虽然英国自己也有核潜艇 也有能够设计操作运营建载核设施的工程人员 但是相比起美国数量就少太多了 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伊丽莎派女王号造成核动力的话 就不得不面临向美国引进更多人才的情况 因为设计核动力航母不仅复杂 容错的弹性还很低 要是一开始考虑的不周全 后面再改几乎就是推倒重来了 跟常规动力航母允许有个20%到30%的调整空间 比起来难度明显上升 又贵又不能完全自处 那这事儿就容不得商量 英国人需要的航母就不能是个核动力的了 而且看起来常规动力的伊丽莎派女王号完全够用 首先它没那么大 其次它没有理由开到太平洋上去 最后它连个弹射器都用不到 采用的是短距起飞垂直回收的F35B 又进一步的给出了不必用核的理由 于是英美两国各自为自己的航母找到了发展路线 并且看起来都能够实现其目的 没有更好只有恰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混钱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